字幕君 描述 字幕君 解釋 這個地方我先 就是先點一下就是 在這邊我們大概需要注意一下 在這個都更遊戲當中 有哪些人在裡面會出現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日日純 他是以承諸戶的狀況 再來就是夢樓他本身他也有他的業主 所有權人就是一位姓劉的投資客 那再來就是土地的所有權人台銀 那還有台銀土地上土地那個房屋的所有人 那還有這邊最大塊的台北市政府 那還有其實還有一些台北市政府裡面的單位 那首先文化局在這邊其實也是他很重要的 那剛剛大家有稍微走過了一下這個街區的時候 其實可以發現零下路跟龜崔街這一塊有個L型的墊屋的部分 那其實也是我們這一次有關於這個街區都根當中 我們比較希望去思考到底這一塊的保存 跟他的文化資產價值到底在哪裡 那能不能尋求一個平衡點 對前面看到路的底端呢就是大樸分局 大樸分局以後他會遷到隔壁有一個新的大樓 那現在呢他就是 未來可能會作為就是新文化運動館的使用 他現在其實裡面已經有好幾檔展覽 那其實為什麼會是新文化運動館呢 就是比如我們這邊大稻埕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他發展很早 所以他的商業機能非常的豐富 哇 沒錯 謝謝 所以他上到這邊有錢人很多 沒錢的人也很多 可是還有一個就是他文化的面向也很豐富 這種俗稱叫四柱三間 就是說你看他的那個二樓是四個柱 然後三個開間 對 俗稱四柱三間 那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種就是建築的做法 就是材料又便宜 然後工法又簡單 那當然就是就是其實是在這邊非常的一般 就是一般庶民住的房子 所以以前還有一說就是歸崔街道又叫異旦街 呃 存台灣兩百多個異旦 就是曾經有有過登記 就是進入說兩百多個異旦裡面 有九十個就來自大稻埕 那在尤其是以江山樓為中心的周邊 齁 其實是很多異旦他們平常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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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吟詩座隊幹嘛的單 就是 可是他們一旦接受到那個客人點的時候 他們就會 呃 被邀到那個酒樓裡面去 呃 去 呃 就是 彈唱這樣 那如果說跟客人就是意猶未盡 那還可以邀到他們的一旦間去做二次會 對 那這二次會你到底可以會到什麼程度 就是一個人自己去發揮了 對 那 嗯 總之其實這個地方其實 也因為有這樣子的情侶消費 所以圍繞江山樓的中心 有一大堆的工倉館 就是 工倉私倉都有啦 對 據說 那個很高峰期 這邊可能有三百多間場館 對 公司上都有 對 那 反正就是 其實這邊是因為有江山樓 所以它 帶起了很多周邊的酒樓啊 酒家啊 然後 就是 呃 高級的也有 然後平價的也有 那就是變成是一個很完整的生態鏈 大家要注意的是說 呃 為什麼 呃 土地 其實所有的 呃 開發的利益都跟土地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其實就算你擁有的是房屋 但是你只有擁有那個屋殼 那 它在都更的過程裡面 它的計算方式就是 你 這個房子的殘餘的價值 叫做殘值 所以說 欸 你的磚頭多少錢 你的木頭多少錢 所以等於說我們 然後再加上你的年限 所以 文猛樓的價值是零這樣子 對 因為這些 對 這些磚財木 鑽頭木材都是一些很老的東西 所以其實呢 真正 這個 所有都更岸的癥結點 都跟土地有關 那 這個投資客 他雖然買到了房子了 但是重點其實是 這個房子其實可以保障他 欸 在合約裡面其實是說 欸 你如果有了租約 你其實有這個土地的優先成購權 對 那這個其實才是所有 呃 它這個交易的關鍵 那 那它一旦有了這個土地的權利 那它就可以以這個土地的權利 不管是去做古蹟的融積移轉 或者是說做都更的投資 那這兩者都是可以獲利的 那 當然我們覺得其實 其實都更它不是 不是壞事嗎 就是說有的老區域 就是都更裡面它其實也有一些 呃 條件 譬如說 欸 它鼓勵你 你如果建商願意捐贈工藝設施 這個東西是有容積獎勵的 或者是說你建商做 呃 綠建築 或者你做什麼 呃 欸 智慧型建築啦 或者是什麼 呃 就是一些呃 比較創新的設計 它是可以給你獎勵 那同時裡面其實還有一項 如果你做歷史建築跟古蹟的保存 它也是可以給你修復的經費 透過融積獎勵的形式 是哪些社會有一種 收積獎勵的 製品 感谢观看